有一個浮泡綁著魚鑊, 游得輕鬆多了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 之前有朋友留言給阿火 問有什麼地方可以步兵去島, 玩逃手潛水 其實香港四處都是海, 很多地方可以下水 今集阿火帶大家行山潛水加煮食 一次過滿足大家三個願望 不過阿火建議大家操耗體能才好去 每個海洋公園, 每個教員公園都有這個機器 拿雜油 對, 全香港現在不知道有多少個 今集阿火搭車到西灣亭 然後步行到西灣, 路程大概40分鐘左右 不帶工具進去, 其實走一條路都蠻舒服 不過帶齊潛水工具, 走一段路都蠻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如果在山上迷路, 沒水喝 這些山黏都能定一下 八九二一吃 酸還是甜 如果是紅菜那些甜 看見小朋友輕輕鬆鬆走山, 真是爽 拿著一套甲蟑螂走山那麼辛苦 你說餵什麼呢? 女人怎麼會明白呢? 這些就是愛 愛什麼?愛玩 逛了40分鐘, 終於看到海 什麼魚? 這條肯定是黃腳 看到尾巴? 鹹淡水, 黃腳蠟 這裡的水真的很清晰 看到黃腳蠟仔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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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都開心 如果大家像阿火一樣 看到河仔都隔著頭去看看 相信你已經中毒了 建議大家每個星期都出海 這樣就可以舒緩病情了 走了這麼久, 終於到西灣了 這裡的環境真的很漂亮 一到假期, 這裡也有很多人來玩 如果不想帶東西進來 這裡還有幾間餐廳可以吃東西 很開心 朋友養了一隻鷹帽真的很乖 都是野人, 帶著兩隻鷹帽出去 這幾天能下海嗎? 今天下海了嗎? 可以嗎? 野人在Youtube也有一個頻道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去看看 這裡的沙灘真的很漂亮 有空聽海浪的聲音 整個人都舒服了 趁小朋友和媽媽在玩水 阿火當然是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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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 看看會找到什麼好東西給小朋友吃 因為要走那麼遠的山路 阿火也盡量減輕潛水的裝備 膠衣服選擇薄, 蛙鞋選擇最輕的膠鞋 不過這支拍檔不能減少 因為在海裡不能換電, 所以只有兩部機拍攝時間 阿火預計來回兩個小時, 應該足夠 因為這些地方沒有船接應 所以最好有Buddy才好下水 小朋友玩水, 當然最好有大人看著才好下水 穿上新衣就最安全 穿好裝備, 我們就可以出發 今天水質算不錯, 水清清, 足夠打 長洲潛水看到你, 這麼快游到這裡 這次又可以考驗大家的眼力 大家看到魚在哪裏 這麼大條都看不到, 讓阿火自給大家看 這條燕缸, 都成幾斤, 都很大條 在香港的沙灘經常都會發現到 你不攪拌, 基本上它都不會走 這些比黃婆的乖很多 游到深水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拉長筋 在打魚之前, 先找幾塊石頭 調一條自己的中性浮力 這樣就不用帶著這麼多元行山了 有海的地方, 找兩餐吃, 應該都不難 這些扇貝上下有兩排藍色的眼仔 看起來都很漂亮 今次阿火和老熊大師會分工合作 他會負責捉橫蟹 阿火負責捉幾條魚仔回去吃 整海都是海膽 不過大雨過後比較瘦 所以就不攪拌 老熊大師捉了一堆, 都很好收獲 阿火也要趕快找幾條魚仔回去吃 不過這裡的石口不太漂亮 也有沙傘石 看看可否被阿火找到幾條傻魚 游游游游, 終於被阿火找到一條魚 這條雞泡的樣子挺過癮 不過又是不能吃的 慘了, 被牠發現了我跟蹤牠 還要不斷用眼尾背著我 多跟兩斤, 樣子好像轉身罵人 拍一下而已, 不用太兇 這些石崇, 如果捉到十條八條 可以煲湯, 還不錯 不過只有一條半條就不攪拌了 有十幾個人吃飯 沒有幾斤, 怎樣夠吃 還是不要玩太多了 要專心一點, 找到大魚回去教學功課 游了這麼久, 終於被阿火找到好東西了 打中了 這條魚成三四斤重 足夠膠差 或者打中了, 不斷噴黑煙 如果想不噴黑煙 就要切斷裡面的兩條根 那兩條根在肚子的左右兩邊 一拔斷就不會噴密 就要切斷了 攪拌這麼久, 終於抓緊它了 這條蜜魚真的夠大條 稍後可以做個花枝片給年輕人吃 只顧著拿來拍片, 不用咬到 幸好自己咬到膠衫 如果咬到肉, 即是剩下肉 把蜜魚穿在泡上, 這樣就很穩固 魷魚和蜜魚一樣, 活剃要做兩次 如果刺中了, 那邊身就會變成白色 刺完之後, 蜜魚又不會那麼痛苦 一會兒吃都會更好吃 這條蜜魚大大餅, 足夠交功課 撿完蜜魚之後, 順便撿多條筋頭芝麻斑 不過可惜, 剛剛沒有電, 就拍不到 又有魚又有蜜魚, 這次足夠吃了 是時候找老熊大師, 看看那邊捉蟹情況如何 老熊大師說這麼快, 捉了成袋蟹 看見牠捉得這麼過癮, 阿火也出了幾隻玩 盲蟹通常都是在淺水山邊位 最適合就是新手玩 懸帶都不用落, 夠安全 不過大風大浪的日子就不要捉了 否則被浪打上山邊 真的隨時弄到周身都算 捉一捉一捉蟹, 看見牠天鮮都化了一化 原來是一隻花籠 牠好像手指那麼大隻 看見牠剛剛出生不久了 我猜牠養了兩年左右, 差不多吃得了 游到這麼近都不走, 蟹真的容易捉 通常捉到蟹的地方, 附近都會有幾隻 大家捉的時候, 就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這麼聰明, 會走的, 厲害 不過被阿火看到, 來了多難就可以了 這些花篇通常都不會很害怕人 看到人家在淺水, 很多時候都會游來看你做的 捉一捉一捉, 也有成袋蟹 這裡都夠吃了, 捉一隻收工走人 在淋酒前, 記得拿一些石頭出來 這樣就游得輕鬆一點 游了兩個小時, 即是夠皮 有一個浮泡綁著魚鑊, 這樣就游得輕鬆很多 有蜜魚, 有芝麻斑, 有芒蟹, 這次都夠吃了 最重要是在這裡吃光的東西 拿這麼多東西走回山出去, 真是會死人 芒蟹放在鍋上, 放一點鹽 大火煲15分鐘就可以吃了 一群朋友喝酒, 吹一下水 坐在海邊吃芒蟹, 也不錯 芒蟹, 身體沒什麼肉 最好吃是蟹腳, 又鮮甜又彈牙 真的很好吃 有時候在膠外, 沒那麼多資源 芝麻斑這麼新鮮 放一點鹽炸清蒸, 也很好吃 最後, 蘸熟油, 這樣就可以吃了 好吃嗎? 是不是很滑 不用了 你放了鹽去蒸嗎?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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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汁有鹹味, 怎麼醬汁都可以 好 好滑 吃完魚, 炒一下花枝片 先放蒜蓉去爆香 然後把麥魚切成薄片 紅哥哥加蝦蝦 這樣放下去 可以嗎? 有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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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生抽, 完成 好 好 生抽 哇 差不多 好, 拿一點 好, 謝謝 很棒 很美味 看看是否夠味道 先研究我了 醬汁 醬汁 好熱 好熱 這麼厲害 媽媽吃了, 看看是否有事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我平台已經轉了頻道 有時間帶小朋友去郊外走 輕鬆一下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讀書好一點 人都健康一點 我們今集說到這裡 下集回來見, 拜拜 拜拜